這個展覽呢,它分為三期,第一期呢,現在就是第一期,它會開到明年的一月七號。 然後呢,它在裡面有五十多件書畫的藏品,也有二十多件七五的獎品。 在它的款,它表示,它是寫的王偉末節詩一圖。它的好玩在哪?就是它不告訴我們是哪一首詩。 你看,有這個人坐在這個河的旁邊,然後這裡有雲,所以應該是說這是王偉的非常有名的行道水蟲樹,坐看雲起石,對不對? 對,所以這是一個可能就是說是當年,當時的人,就是他們的一種遊戲。 這個展覽呢,它不是按照時間順速而勾展的,它是按照題目。 然後呢,這些是從很早,從六朝到清代的這些話論和詩歌都有,然後這些詩歌跟話論都跟山水有關係的。 它二十世紀初這個園林被破了,現在他們又重新做了。 但是有一些非常當代的因素在裡面的地方說這個摩天論。 所以這是當代的人,他們穿到古代,又穿到高古,很有趣,很有思維的講話。 這個展覽的關鍵呢,這個展覽呢,關鍵的關鍵呢,是什麼? 就是郭熙,就是北宋的畫家,郭熙提問的, 郡子之所以愛護山水者,既之安在。 他的意思就是說,郡子高雅的人為什麼這麼喜歡山水? 然後呢,每一個展覽,每一個作品,每一個說明派,都是一個機會,提供一個答案。 在於是,郭熙提問的,是個是郭熙提問的。 郭熙提問的,是個是郭熙提問的。 郭熙提問的,是郭熙提問的。 在那裡有個大小的動作。